诗篇第78篇第71节 叫他不再跟随那些带来的模样 我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幸好昨天我们讲到最后一个训练场所 就是现实 就是用他的信用面对现实 简单来说就是用他的骨子女的大卫 他的本性在面对安舒休闲 苦害又或者是急难 大卫他都能够发挥到他的信用 而这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是一个事实呢 我们曾经说过大卫有四个特质 记不记得 在两三个礼拜之前我们讲到大卫 他四个特质就是属灵 谦卑纯传 和尊重神的受高者 我们有没有见到大卫在休闲的时候 愁瘤满志的时候 苦难的时候或者甚至被人迫害的时候 都仍然是尊重神的受高者 有 大卫四个优质本性 在经过神的四个训练之后 他能够在面对任何现实里面 都发挥他的本性 他的优质 所以在诗篇第78篇第72节就这么说 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 目让他们用手中的巧妙 引导他们 大卫能够在任何时间都用他的纯正 去带领 去引导 在任何时间都能够按着他的信仰 作决定 作出取舍 的原因就是大卫在经历这四个锻炼底下 他的信仰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信仰 不是一个怕人的信仰 他的信仰是一个真真实实 是可以改变现实 改变历史的信仰 他所作的决定不是无灵两可 他面对和所作的选择 甚至选择身边这些人 都不是一些可以奉承的人 大卫是一个非常切实际的人 所以神将整个以色列角度 去交给大卫的手 都可以安心 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是有理由的 所以今天的兄姐妹 你有没有从大卫这四个训练场所当中 学到一个教训 你知不知道欣赏在你身边当中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不断面对冲击 危难 还有困逼 甚至是疾病和死亡 他们都仍然持守的这些领袖 你今天明明白 没错 或者他们不是读很多书 但是 他们能够作出这么多的决定 优质的决定 到今天使到这间教会 使到你的信仰能够被维养和成功 其实这些领袖 可能在今时今日的世间 是真的万中无一 你懂得珍惜呢 如果你不懂得珍惜 你就不能够拥有 当你珍惜那样东西 你拥有了之后 你就不会轻易放弃 你会享受那样东西的各样美好 导致一些人去珍惜他自己的这一段的爱情 当他结了婚的时候 他会享受这个婚姻 但如果完全不珍惜的话 结了婚都是没用 你的信仰你有没有珍惜 最重要就是有没有珍惜这些万中无一的选择 和自首 如果有的话 那顶指望我恭喜你 因为你是一个候选人 随时预备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记忆图 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七十一至七十二节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乃的模样 为了模样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他按心中的纯征 目让他们用手中的巧妙 引导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